人氣話題要來關心到 最近天氣轉良 有醫師就指出了 不少秋冬後發的傳染病 近來是陸續的出現 兒童急診還有門診個案 也都有上升的趨勢 而指揮中心預估 9月的中下旬 將會迎來畢業點5疫情高峰 因此國內醫師示警說 現在有各種的呼吸道傳染病 跟新冠病毒一起來 台灣恐怕會面臨病毒多重夾擊 近來天氣逐漸轉良 有一線醫師觀察發現 各種呼吸道傳染病也增多 在門診急診病患中 兒童和幼童也特別多 因為除了新冠肺炎 其他傳染病也來湊熱鬧 醫師更擔憂中秋廉假 民眾群聚活動增加 廉假後新冠疫情恐怕攀上高峰 台灣接下來可能會面臨 各種傳染病的多重夾擊 中秋節前來診所看者的病患 大概有多兩三成 也因為這樣開學 其實也會讓我們的新冠病毒 在學校間 事實上也有一些病例發生 發燒病人來說的話 大概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發燒 病人比例可能在六成 其他病毒或其他細菌感染的話 大概有四成的 醫師指出新冠病之外 本來秋冬的常見疾病 像是流感 呼吸道融合病毒 沙門市致 輪狀病毒等 這陣子漸漸開始浮現 感染科醫師黃立民也表示 不只呼吸道傳染病 連腸病毒這種夏天比較常見的疾病 現在九月也跑出來 新冠換了很多其他傳染病一起來 而且更麻煩的是 這些疾病症狀很類似 得現場一個一個快篩 否則很難分辨 新冠病毒三原出來是陰性的時候的話 或許再根據小孩子的症狀 包括他腹瀉 或是說他口腔有泡疹 手腳有疹子 這樣的話去做一些去用 兒科醫師也指出 最近兒童的病床很滿 如果要擴增兒童專責病房和病床 可能得犧牲其他病患的床位 對兒科壓力很大 也提醒家長要加強戒備 協助孩子做好防疫 請做麼的